第一個要注意的 塞 到底這個字攸關什麼呢 應該是腸胃道了吧 應該是那一方面 對不對 病 不知道哪裡可以塞 其實我們人體中很多的管道 每一個管道其實塞住都會出問題 例如說我們鼻子要塞住 可能就會鼻塞 然後如果膽道塞住 就可能會膽管眼或膽囊眼 我們診診有一次來 就有一個病患來 就說他下腹部會疼痛 50幾歲的 50幾歲來 快快60歲了 一個男生 就說他下腹部疼痛 根本會有點疼痛 要我幫他檢查一下 然後我就幫他做個檢查 怎麼裡面都摸到一個很硬的東西 我覺得這不太對 因為正常如果是腫瘤或什麼 會是軟的 怎麼會那麼硬 我說你是不是裡面有塞到東西 他說裡面有東西 結果我就用內飾進去幫他看 真的一個東西 什麼東西 塞了什麼東西 塞了什麼東西 你這樣形容是一支手機的感覺 沒有 比手機要長 怎麼塞進去了 就塞了一個東西 一個棒棒的東西這樣 然後我後來就用大量鏡 因為我們會有 搭那鏡鏡就有一個線圈 可以把它套住 看能不能把它拉出來 結果那個太粗了 他拉不出來 我這個拉了很久 一直拉不出來 沒有辦法 我就說那沒辦法 就換成鋼門鏡 因為鋼門鏡就把鋼門撐開 看能不能拿出來 結果撐開來之後還是拿不出來 後來我叫小姐幫我把它撥開來 很勉強兩隻手指 我把它伸進去 因為那個如果沒有拿出來 那個有時候就變成 到醫院有時候會變成要開刀 可是我覺得那個應該還不到要開刀 因為硬把它撐開也是可以的 然後後來弄了大概二三十分鐘 之後就把它拿出來 拿出來之後 一根大概三十公分的 這麼長 三十公分 按摩到 你這麼長連做都很難吧 對啊 它真的很三勁 因為這會很困難 腸道不是彎的嗎 對 沒有錯 因為其實我們進去 我們的內視鏡 進去腸子的時候 腸道會有一段是乙狀結腸 它是繞一圈 它是這樣彎上來 所以正常你這樣放 你是沒辦法放進去 對啊 它要轉動 把那個圈轉開來 從彎曲的轉成直的 才可以放進去 那裡面不會受傷 其實它裡面還好 它裡面沒有很嚴重 腸子不會受傷 它其實我看是沒有受傷 因為內視鏡看的時候 是沒有流血會受傷 好厲害喔 我問他說你這是怎麼回事 可是他就說 他講 他說我堵姐姐的笑 一直給我堵腳踩 後來我們就說 再把它裝起來 問他要把它拿回去 他就說 他就說不用了 後來就離開了 所以這個如果沒有拿出來 這個也是會導致會有問題 對啊 他放多久 其實他說 剛塞完沒多久 他就過來 不然這個 他肚子會痛就過來 不舒服 聽都很不舒服 聽來都不舒服 真的 有沒有舒服一點 醫生 我要分享的是一個 大概20多歲的女生 她原本來我的診間的話 就是說 她有陰道炎 跟尿道炎這樣的狀況 所以小便也不舒服 然後底下會有分泌物 這種很常見 我幫她治療之後 我就是幫她開塞劑 開口服藥 然後讓她帶回去 她就問說 李醫師我這個狀況 其實反反覆覆蠻久的了 有沒有一個好的保養方式 不要讓我再復發 我說可以 那你就是平常多泡 溫水座域增加血液循環嗎 另外的話 可以口服一些那種 蔓越梅 或是益生菌等等的一些 保健食品這樣子 可能可以做好一個衛生保健 她說好 我回去會照做 沒想到兩個禮拜又回來 那時候她說 李醫師我底下真的是狀況很差 你一定要幫我解決 我說好 我幫你看看 我不是有幫你開藥嗎 開藥了之後有沒有改善 她說剛開始有稍微改善 可是現在變得很差 你幫我檢查一下 我就幫她做內診 內診一撐開 裡面都是白白的濃漿流出來 然後很多很臭很髒這樣子 我就幫她做了一個細菌培養 細菌培養出來 告訴我說是 比較奇怪 因為我們大部分 就是會因部的感染 以女性來講最多的話 是大腸桿菌 那第二名的話 大概是念珠菌 就是所謂的黴菌這樣子 比較常見 乳酸菌一般是不會造成疾病的 所以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就問她說 我們驗到是乳酸菌 你是不是有什麼狀況 才會有這樣子的情形 不然乳酸菌不會致病 她說醫師是這樣 你說要用益生菌 我在上網查 他們說那種吃的 基本上都沒有效果 她說 她說網路上這樣說 優格直接往裡面打 但她就去買了優格 然後去往裡面塞這樣子 結果塞了之後 反而變得更嚴重 像這種優格乳酪等等的東西 都不適合塞 對 後來她就照著這樣子 就不去做 其實基本上後來就改善了 這個很傻眼 優格放在那邊半小時 他就開始換 對 吃絕對可以 要長一起吃 對 長到才會有好菌 我講兩個 一個是下面塞 一個是上面塞好了 有時候看診的時候 就刑警帶了一個人過來 一來之後就一次幫幫忙 說把她 身體長毒 輕易幫幫幫忙取出 那其實很多人聽過 就是把海洛因 因為這種 經濟價值比較高的 比較貴的 然後用保險套 包好幾套 有的是用吞的 有的是吞進去的 有些是從肝門放進去的 你覺得她吞得比較好 還是塞比較好 塞有各的好處 因為你塞 塞了就沒有 不是 不是 你吞還有可能痴迷 塞不會 塞可能在飛機上 因為塞會有異物感 你在飛機上忍不住 會解出來 去解出來 所以有些人會用吞的 因為吞它會 一段時間才解得出來 所以有些人吞了之後 出境之後 吃蟹藥 讓它排出來 可是吞因為腸道很長 因為身越長 一旦破裂 就有可能會跟她講 會痴迷 因為是大幾量的毒品 對啊 會消化了呢 還有保險套 它保險套不會被 塑膠不會被消化 會被胃液消化 對 所以有些人用塞 那個是用塞進去的 所以塞進去之後 我們照一次光片 果然就看到 就是像幾個那種 比較胖的欣欣小香腸一樣 這種的東西 就在我們大腸的末端 在直腸的附近 可是這個很危險 你如果取得過程 如果真的是破掉的話 破了 對 大量的毒品釋放 所以這個要去開刀房 外科也是要找 人家旁邊stand by 麻醉可以是要麻醉 讓人完全放鬆 完全放鬆 要小心一點 把它慢慢取出 取出這個證物不能帶走 一定要讓給警察 這個從下面塞的 我還碰到一個上面塞的 這個是一個很奇怪的案例 她是一個老太太 一個失智 還挺嚴重的老太太 自己的生活 完全沒辦法治理 但是還可以 為死還可以自己吞咽的 她被她到外勞帶來 帶來之後外勞很緊張 為什麼 她說阿嬤很多藥 就一個一個給她吃 吃完之後 有一個要吃完 阿嬤就好像嗆到一下 團想到那個藥沒有割 藥的包裝就一起給她吞進去 所以阿嬤就咳咳咳咳 咳了幾下 外來就很緊張 嘴巴看看也看不到了 就帶來醫院 因為從來一照 果然就在上 胸腔的上鋪 就看到一個義務 阿嬤看起來其實是穩定 我們想說這個大概就 卡在石道 最常見是卡在石道 卡住沒有下去 所以我們就怎麼辦 去請常惠科醫師 做內飾鏡進去拿 結果常惠科醫師去做說 她說沒看到 她沒看到 那沒看到什麼 可能是下去了 她說沒看到那怎麼辦 回來之後 再照來床天看好了 照下面看是不是到肚子 一照還卡在上面 她想了半天塞在什麼樣去了 都難不成會塞在氣管 因為氣管是非常敏感的組織 我們知道我們吃東西嗆到一點點 你就會一直咳嗽 可是老太太她有失之症 所以她的反射比較慢 也不是沒有可能 可是怎麼看都認為說 塞氣管的機會不大 可是找不到怎麼 我們後來請熊羠科來做做看好 結果一看 果然塞在氣管裡面 所以做內飾鏡把它拿出來了 像剛剛我就想說 那個人如果能夠放30公分 如果他是空管子 他可以帶多少東西 那個人可能在 那個人一直在練 所以不只這麼長的 有些人塞的是小小的 可是小小的有時候就很危險 尤其年紀小的 有一個家屬神色有異 特別怪怪的 那一看也不覺得怎麼樣 小孩來就一直哭一直哭 問怎麼了 結果大家講說 他好像 應該是醫生趕快幫他照一下 那小孩哭得毫無 嚴重大概才兩歲而已 結果一照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那個X光片 原地一個圓圓的 這個就是硬幣了 他就把硬幣給吞進去 那我們就想一講說 這個可能是硬幣 要趕快做處理的時候 馬上九個家屬 比一個家屬破口大罵 那個家屬就是阿公 那為什麼阿公呢 後來問家屬 家屬就說 因為阿公就過年 就要抓著小孩說 然後就抓著小孩手一直刮 大家又跟他說 一吞下去很危險會致命 阿公跟他說 你騙小的 我沒跟他小孩 你不要跟阿公說 結果阿公後來一接電話 喂 轉頭 硬幣不見了 小孩就馬上吞進去 結果還好運氣好 大家可以看到這張圖片 因為硬幣是立著的 立著真的 如果平的很可怕 如果是躺下去的時候 會瞬間全部氣管塞 完全窒息 孩子就哭不出來了 所以這真的很危險 結果後來孩子還是去做麻煩 趕快內視鏡把硬幣給取出 好危險 可是在急診的時候 大概三四歲的小朋友 然後來的時候 媽媽就說她大量的嘔吐 而且吐出一些咖啡色的東西來 然後就大家都很緊張 不過媽媽有順手把那個 嘔吐的東西用塑膠袋 包過來給我們看 專業 然後我們一打開來 心裡就想說慘了 為什麼慘了 因為咖啡色的東西 我們知道血液在胃裡面 消化過後 它是會變成咖啡色的東西 就是這一包裡面 一看應該就是那個東西 去檢驗的確也就是一些血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懷疑說 應該是像上效化到出血 那到底是什麼樣的情況 造成上效化到出血 就會問媽媽說 她有沒有吞到一些異物 或者是有沒有吞到一些 什麼其他的東西 然後這時候媽媽才慌人大悟說 她好像在桌上有一個指控藥 然後沒有收好 然後看到的時候 止痛藥好像已經被剝掉 一兩個了 可能被小朋友誤食 對 非常可怕 好危險 天啊 真的 而且吞藥真的是 就是大人一定要把藥物收好 那後來還好這個小朋友 是沒有再繼續嘔吐 所以我們讓他餵休息 然後打一些點滴和保護餵的藥 後來就慢慢復原了 所以在這邊一定要請爸爸媽媽 就是要注意說 第一個東西一定要收好 那如果小朋友真的不小心 就是誤吞到什麼東西的話 到急診室 請告訴急診室的醫生三件事情 第一個是可能吞了什麼東西 那第二個是 吃了大概多少的量 如果知道的話 然後第三個是 大概吞了多久的時間 那如果真的不知道說 可能是吃什麼東西 或者是多久的話 至少你可以把疑似的物品 還有就是吐的東西也可以 可以一併帶到急診室來 那可以幫忙醫師做一個判斷 這樣 你要照顧小孩是最辛苦的一件事 真的 分分秒秒都不能離開你的事情 對 第二個 追 追什麼 追什麼呢 這個追要講的當然就是 追中這兩個字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大家去看病 看完病之後就覺得 好像沒那麼嚴重 好像已經好了 可是這都是好像 對 然後後來就覺得 醫師約診可能只是個習慣吧 也不見得一定真的要回去 我看狀況自己判斷 所以我們自己遇到的病人就是這樣 就一個阿嬤大概60多歲 那60多歲 一開始來最常見的除了三高 就是 健康檢查發現它骨質密度非常的差 那標準是 它這部分是付到了4左右 10年骨折風險 就去預計說未來 骨折發生的風險有多大 有多高 算完之後30% 非常的高 那它馬上說 沒問題 我趕快自費治療 我很重視這件事 我趕快治療它 很好 那它這一年來 除了藥物治療以外 歸身素低 鈣質 加運動超認真 所以骨質密度一年之後 我們再做一次跟它說 成績當公佈 骨質密度成長了10% 10%真的很多 一年流失大概是0.5到1 所以它補了大概快 20年的流失量 它聽完之後 20年 超棒的 講完這句之後 我後面講的話 他都沒再聽了 我就跟他說 所以這個要持續治療 算是-4 現在進不到-3.4 可是還是要繼續治療 還是算骨質疏鬆 這些話 全部可能太開心了 都沒聽見 結果後來過了三個月 他就沒回診了 個管師後來又打了好幾次 他都說 不要為我擔心 我真的很好 結果這個骨質疏鬆很容易 不治療超過半年 過去增加的骨質 全部都會還回去 全部就是10%又全部還掉 所以下次看到它 它是 因為它有一次不小心 才浴室洗個澡 稍微滑一下 它脊椎三節直接扁掉 三節直接扁掉 它很痛 然後還壓到神經 連活動都有困難 連走路 它基本上整天都要躺床 然後只要一坐起來 連吃飯都有問題 因為它只要一坐起來 就會痛到不行 原因就是因為 這骨質疏鬆 根本後來就沒有在追蹤 再繼續治療 如果它好好治療 就不會有這個塌掉的狀況 追蹤很重要 這邊講個個案 就是一個60幾歲的男性 他是個 他本身他也知道 B肝要定期追蹤 所以他在一個肝膽腸胃科的診所 當然是一個專科醫師 他也很信任 長久醫病關係診所去追蹤 就每半年追蹤超音波 那追蹤了很久的時間 其實都沒事 結果他 最後一次追蹤的時候 醫師看了之後 就跟他講說 我現在超音波發現一個黑點 這個要做進一步檢查 所以醫師就把他開個轉診單 把他轉到醫院去了 到醫院的 當然就安排做電腦斷層 斷層做完之後 果然發現那個黑點是確實存在的 只不過斷層看起來 醫師還不敢確定 他到底是不是惡性腫瘤 因為他的這個所謂胎兒蛋白不高 那醫生就跟他講說 你這個應該要註院 我們要做進一步檢查 我們要確定它是什麼 什麼東西 這個如果是真的不好的東西的話 你是有可能要開刀的 他一聽到開刀 他說開什麼刀 我那麼多年都沒有事 他就說我不要 我不要開刀 我不要住院 所以那個醫師跟他講的時候 他不太聽的時候 一直想這樣好了 要不我把你轉回你原來的這個信任的 你的醫病關係 長期建立的意思 我把我的這個照的這個檢查的報告 把轉診單回給他 你回去看 看完之後 讓那個醫師跟你講 你可能會相信 你可能會回來住住院 那個診所醫師一看 你這個不能在我這邊看 你要回到他醫院 真的要住院 所以這個人就生氣了 他又生氣了 你把我轉過去 你又轉回來了 轉回來了 你又要我轉回去 他說 你們醫生是不是現在都不想看我了 就很生氣之後 就一氣之下就 他也沒住院 他也沒看 結果三個月後 他被家屬帶來 就是體重在一個月內 減輕了6公斤 減了6公斤 6公斤之後 這是住院的時候 不得不檢查 所以我一住院之後 再坐一次超音波 一個黑點變三個黑點 他這時候覺得是有問題 他住院檢查 他是 大腸還轉移 大腸還轉移 這樣說起來 其實我很幸運 我基本上都是兩年 做一次 就是全身的健檢 我們前幾年 幾位長輩 都是因為大腸痕 然後就走了 所以我去年的 健檢的時候 我就自己自費 多加了腸跟胃 所以我照出來 就是腸道裡面 有差不多 將近20顆的洗熱 檢查中心那個醫師 就非常凝重的表情 告訴我 請你立刻去找專家 我就直接把我健檢中心的那一整套 就拿到醫院去 他看完之後 立刻是 三天後安排開刀 可是一次切20顆也不太可能 要分段落吧 沒有 一次就切到20顆 他幫我全部清乾淨 其中有一顆是 所以你不再不去檢查 它就是大腸還 就會變嚴重了 所以我很幸運 對 對 我現在的疑問是 為什麼我會有那麼多的息肉 懷疑就是我的腸胃的蠕動 沒有那麼的好 因為拍戲 有時候你在海邊拍戲 你去哪裡上廁所 對 現在變成 三五天才會拍一次 其實這有科學證據 就是說你腸子的息肉或癌變 都是你的 不好它會長出來 你想我們海邊的大便基在那邊 就會造成一個很不好的物理 跟化學環境 所以其實也有科學證據說 你一直去便祕的病人 他本來發生大腸癌的機會 就一百多 對 我第一次挑有那麼多顆 20顆 好多 20顆其實是蠻常有的 問題是說 是大顆的 還是小顆的 小顆的 20顆其實蠻多的 就這樣它是一輩子沒有檢查 或是這一第一次 因為第一次檢查 常常第一次檢查 的確有時候會遇到比較多的 我現在也分享一個類似的案例 就56歲的女性 她就是來的時候就是 上班族她下腹部疼痛 她痛很久 她就是看婦產科 也有看過腸胃科 然後各個不同科 她都有看過 看完之後 她其實沒有明顯的改善 來到我們門診的時候 她也是就想說要換個醫生看看 後來就問她說 你有沒有在做什麼檢查 其實她說 她們公司有給她安排檢檢 她有做抽一些腫瘤指數 自己家做的 然後她們公司有給她做分辨前學 她說每年都正常 可是 後來我再問她 因為我想說你要不要做 大胸鏡檢查 她會迟疑 因為大家其實還是會 比較怕侵入性檢查 不過我問她一個病史 她一個大胸15歲的姊姊 她是大腸來過世的 我問她說她不行 你56歲 你要有一個家族病史 這個一定要做檢查 一定要做檢查 因為她說 只有她姊姊有 其他人也沒有 她覺得 所以她們也不認為 那是家族病史 爸媽都沒有這個問題 後來 後來我跟她講完之後說 這個我們檢查一下比較好 不然你痛也不知道原因 做完之後的確 有看到一顆洗肉 1.5公分 不過她只有一顆而已 單一顆而已 後來我們就把她 也是一樣用電道把它切掉 切掉完之後發現 黏膜層上面 就有早期癌的存在 所以這個 她就已經是癌 只是她在黏膜層而已 她沒有往下吃 她其實就已經是癌 可是你如果耽誤了 其實接下來治療 就比較多 她會比較複雜 你要是變成第二期第三期 那就複雜很多 我之前也遇到一個case 也是五十幾個男生 她也是一樣 發現也是早期癌 後來叫她回來追蹤 沒有回來追蹤 結果她三四年後 後來回來發現 又有一顆 結果那個時候 已經變第二期第三期 就是很可惜 因為你 一開始已經發現問題 只要你追蹤就沒事 問題是後來又沒去追蹤 還不開心 對 你看他們 我們這個是 追 追蹤很重要 追其實就是在告訴你說 不要一開始覺得說 你是良性的疾病 然後你就一直忽略她 我自己是一個 43歲的一個男性 然後她來 我這邊開刀的時候 是因為急診會診 然後胃窗孔 那胃窗孔的時候 一般是出頭歲的胃窗孔 你會覺得說 就是簡單腹腔鏡 這樣補起來就好 可是很奇怪 就是說一般的胃窗孔 她旁邊的淋巴結不會大 她那時候開進去的時候 旁邊淋巴結就是大 化驗結果一個禮拜出來 她就是一個胃癌 其實她在三年前就有這種 所謂的十二指腸胃困 那時候是因為解黑便 因為本身也有咽酒的習慣 所以那顆醫生治療之後 把她治療到一個穩定程度 她就覺得還好了 再確認一次胃鏡好 她就覺得她沒事了 她覺得她沒事之後 她也不再去追蹤她 那稍微有一點胃 有一點不舒服的時候 我說我很厲害 我有一點不舒服的時候 我就去西藥房買成藥 把她稍微治療去預防它 就不會有下一步的問題 在她的觀念就是這樣 所以搞到後來三年 她就變成是一個胃癌的狀況 加上她在配酒的時候 她又後來再問 她也喜歡配一些醬菜 一些醃漬的東西 這些都是胃癌的治癌的一個因子 所以該做的檢查 只要症狀有持續 你還是應該要定期去 把這個症狀把它釐清它的原因 是每次只是發炎 還是已經到到癌變這個程度了 對 在這個部分想要跟大家補充 兩個觀念這樣子 一個就是其實我們癌症的基因 其實有些是家族遺傳的 像是這樣子的人的話 其實跟一般人比起來 他或許癌症風險 會比別人還要來得早 或者是來得高 像這樣子的人 如果有某些特殊癌症基因的人的話 他們可能要追蹤的時間 舉個例子來講 像之前安傑莉娜瓊 她不是40歲 就是會先去做那個症狀 對 因為它本身如果有那個BRCA1或2的基因 因為它機率太高了 對 這個東西現在目前已經可以用 就是抽選去做一些檢查 這樣 所以假如有家族時的人的話 是非常建議去做相關的檢測 再來第二件事情就是 在追蹤的部分 目前除了我們 就是大家已知舊的是 看切片做腸胃鏡 現在目前其實有一個叫做 液態切片的東西 那它是驗血液當中的 致癌的DNA 所以它研究顯示說 它在某些癌症的狀況 它可以在我們肉眼 看到這些癌症出來的之前 就發現這些癌症的DNA 所以或許可以是 追蹤的其中的一個 幫 輔助的一個工具這樣子 但是目前比較新的一個觀念 因為想像你早發現 跟晚發現 那個治療過程是不一樣 對 對 那不過我要講的這個追的話 除了良性會變成惡性之外 追其實很重要一點是 有些良性的疾病會變大 那變大之後就不好處理 我之前碰到的一個個案的話 是49歲的女性 那她來的話就是 肚子整個鼓起來 膠也腫起來 其實狀況很差 她直接到急診 那急診幫她掃了一個電腦斷層 看到肚子裡面 32公分的一個大腫瘤 所以會成我們試科 沒有多比一個大小孩還大 對 32公分 那那個時候我們看電腦斷層 放射科也覺得 搞不好是卵巢癌 所以我就去看病人這樣子 我就問病人說 你這個狀況多久了 她說已經 七八年了 她說 我就跟她說 這個搞不好你是卵巢癌 她當下晴天霹雳 怎麼會是卵巢癌 她說我七八年前檢查的時候 醫生跟我講說 我卵巢長一個小水流而已 只是水流是良性的 難道變成惡性了嗎 我說不知道 但是這種狀況 我們就是得開刀 所以後來就幫她安排了開刀 肚子開了一個 30公分大的傷口 大家可以看照片 那個瘤有多大 然後那個瘤飛上去 然後就抱起來 它怎麼能讓自己大成這樣 這是簡體的 不看醫生 就是那顆瘤 卵巢的瘤 比一個小的瘤 總共4.9公斤 30公分很大 比寶寶還要重 比寶寶還要重 幾公斤 4.9公斤 4.9公斤 小baby生出來也4公斤 就已經快是巨嬰了 這個4.9公斤 所以切掉就剪 馬上剪了5公斤 這樣肚皮就空了 可是那個我們一看 就發現說不太對勁 因為我們常常在開癌症 其實那個長得不像卵巢癌 不像卵巢癌 它表面非常的光滑 所以當下的話 我們就是送了病理化驗 病理化驗說是 這麼大的一顆瘤 結果是良性的 那她不會一直讓人家覺得她懷孕嗎 她就是肚子慢慢變大 她覺得自己體重變重而已 她覺得她變胖 對 但其實手腳都是很細 就是肚子很骨這樣 很覺得都有人讓座給她 對 而且那個年紀可能卡在更年期 她很方便 開百分數到百分數停車位 她也可以開了 對 她的年紀是已經做阿嬤了 所以 對 沒有很老 但是她已經做阿嬤 所以大概沒有人會讓座給她 她就更不當一回事了 可是對 看起來很奇怪 後來送了病理化驗 她告訴我們是 纖維瘤 纖維瘤其實就是一個 很常見的一個良性腫瘤 所以她就把這個纖維瘤擺了七八年 我說當時醫生一定有教妳要追蹤 她說有 可是這種良性的不是她就沒事嗎 對 她還是良性的 可是她變大了 變大的話 我們開了這樣30公分的傷口 如果她每年都追蹤 她例如說5公分 10公分 甚至15公分 我們都只要開腹腔鏡 小傷口就可以做處理 變成這樣30幾公分 沒有辦法 真的肚子只能開一道這樣 長長的直傷口 所以她的恢復也變得很久 所以追蹤不只是良性會變成惡性 本身良性疾病變大 其實還是要注意 所以剛剛就提醒她 妳這樣治療跟這樣治療 跟這樣治療 都痛苦了 對 以前部署是比較 比較少受罪 醫生也比較好 比較少受罪 對 大家都好 好 這個是追 一三樣 追完要幹嘛呢 這是蟲 蟲 蟲 其實現在台灣 寄生蟲的比例是相對比較少 可是其實還是會有 例如說中華乾溪蟲 吃生魚片 或一些腸道的疾病 都還是會有這些寄生蟲 可是有些寄生蟲 牠不見得是透過吃的 現在大家實際出去玩 還是要很注意 我要分享這個例子 就是有一個七至幾歲的伯伯 牠平衡時是大廈管理員 可是牠家有一塊農地在鄉下 牠常常會回去種田 這是牠的興趣 牠來門診的時候 牠一開始先腹瀉 後來會大黑變 然後牠體重已經下降了5公斤 來的時候 眼睛眼瞼看起來很白 我們就想說這個 看起來很像癌症 因為體重又下降 又大黑變 然後看起來又有貧血的樣子 我們就趕快幫牠拍個內飾鏡 拍到內飾鏡十道位 都沒有看到腫瘤 十二指腸是不容易長腫瘤 我們後來進去十二指腸說 一看 怎麼在十二指腸的地方有樣 大概1公分到0.5公分 小小細細長長的東西 在那邊爬來爬去 在那邊動 很多 就很多 很多很多 那時候看到好多隻 然後就把它夾起來 然後去做化驗 後來也有做糞便的檢查 都有做 做完之後結果是 確定十二指腸蟲 蟲蟲是小時候鄉下 一般女生說 不要拿手 不要拿手 我這個不容易胖 這樣 真的 以前有人騙牠說吃蟲會減肥 可是我覺得聽起來就好可怕 可是這個地鐵瘦蠻多的人 可是那怎麼感染的 現在 這一種它 它是因為推測 因為這一種不是用吃的 它這一種大部分是因為 它刺腳之後 踩在泥土地上之後 因為他問牠說要去種田的時候 他喜歡刺腳 所以農民有比較多 可能會 所以我們 現在小朋友出去戶外玩的時候 不要叫我們刺腳 踩在泥土上 因為牠那個蟲卵 在泥土裡面可以存活 大概 會在兩週到四週 那個田裡的時候 你知道我們下田裡之後 常常有那種碎玻璃 對 或是有很粒的東西 牠會咬破我的皮膚 會連牠怎麼進去 對 什麼東西 所以牠會咬破你的皮膚 所以就算你的腳是沒有傷手 也有可能會被按 然後鑽進去之後 那就防不勝防了 對 牠鑽進去透過我們的血液到達心臟 就開始 好恐怖 心臟之後牠會到肺部或腸胃道 然後開始在那邊寄生 寄生之後會繁殖 繁殖的時候有些蟲卵就會 從我們腸胃道排泄出去 會有這樣的生活史這樣子 後來怎麼治療 是吃藥 趁吃藥 它其實後來就輸血 因為我記得我的小時候 因為我年紀比較大 我們小時候好像還有驗溝蟲 有 就是要從糞便裡面去檢查 我們那個年代是學校會發 然後上廁所會自己看大廁所 就要檢查 然後要 如果真的有的話要吃藥 然後才什麼叫 蟒蟲 溝蟲這些東西 蟒蟲 蝴蟲 跟溝蟲其實現在都還是會有 還會有 還會有 對 但是跟以前比是少很多 大家講這種蟲蟲危機的時候 有時候不見的是這種寄生蟲 你就遇過一個年輕的男生 才20多歲 他一開始來看診 他有去過各種看診 原因是什麼 他的主述是說 他覺得耳朵這邊 很奇怪 家人都說你太敏感了 不要想那麼多 怎麼聲音在動 他說一陣一陣的 他覺得東西在他耳朵裡面移動 大家說不可能 哪有這回事 結果後來他有一陣子就覺得 好像有點痛痛的 所以他就去外面的一些門診 不是專業耳鼻歐科門診 醫師有幫他用耳鏡稍微看了一下說 耳屎很多 那耳屎很多 裡面耳膜看不清楚 不知道為什麼 可是他幫他親耳屎 稍微用一下的時候 他就覺得很痛 他說那沒事 那不要親了好了 因為用下去就覺得好不舒服 因為在發炎 所以他就說不要不要 因為我覺得那個 所以我也不想看了 那耳屎多小事 反正耳屎就多就好了 也沒有差 不是什麼重症 他就回去 結果過一陣子他覺得 聽力家人發現 他看電視的聲音越來越大 在他某一個方向 他覺得有聲音爬的那一個邊 跟他講話 他覺得他的反應都很差 家屬就說不行 你一定要去看病 所以我那時候在門診的時候 耳鏡一看 可能運氣 我剛好看到黑黑的線條在移動 那種黑黑的線條在移動 我想說 這個在移動一定是有什麼詭異 當下看不清楚 因為耳屎真的很大 那旁邊有小縫隙的時候 有東西一條黑黑的線在移動 那時候就跟他說 不行 耳屎一定要親 結果當現在親耳屎的時候 他還是那種 因為發炎 他就一直痛 就一直叫說不要不要 跟他說不行不行 要 一定要 不然裡面發生什麼 是那條黑黑的說不定是蟑螂 我們就跟他亂講 那他覺得蟑螂好像很可怕 所以他就決定還是處理一下 結果就打開結局 最後的大答案是什麼呢 其實是 螞蟻很痛 螞蟻的部分 就兩隻螞蟻的部分 它真的是螞蟻去 耳膜其實都有稍微的穿孔 有受傷 大概30%有一個 潰瘍有一個洞的部分 那這個東西有可能是 一開始那螞蟻去咬它 耳膜開始出現潰爛 然後開始這邊有局部的感染 可是也不 螞蟻也活了一段時間 那兩隻螞蟻後來 為什麼沒聲音了 因為螞蟻死掉了 兩隻就死在了裡面 所以這兩隻死在裡面的時候 後來就把它東東清出來 然後趕快給它一些抗生素 後來就比較好 只是他耳膜最後因為 其實已經幾個月了 沒有完全癒合 所以聽力還是有一點點的受損 可是他覺得沒有差太多 就不想處理 可是回憶起來 這個蟲蟲危機怎麼來的 他很愛去錄影 所以晚上就會睡在帳篷 睡在野外各種地方 都直接撲了就睡 所以他就覺得 也許是那時候螞蟻爬進去了 所以大家覺得 如果你的家屬告訴你覺得 裡面有東西在移動 你要相信他 不要覺得他過於敏感的 可是我小時候被螞蟻爬進去過 好痛 我到現在對螞蟻都有那種 不是癢嗎 怎麼會痛 他會癢 我不知道 就是因為你知道 這邊好像有東西爬上去 然後你要用手抓的時候 已經 他一個就進去 進去以後可能你越抓 他就越往裡跑 我就開始尖叫 然後我就一直喊說很痛 因為你就會聽到有那種 那種聲音往裡跑 你知道嗎 然後那時候因為小 我媽就很緊張 就還拿那個手電筒 就塗法療法 然後就拿手電筒照耳朵 然後就滴一點點那個香油 還是什麼東西 就滴在耳邊 然後看它會不會順著那個香味 就慢慢爬 後來還好爬出來 可是真的 是不是那種大螞蟻 是那種迷你迷你小的螞蟻 可是那一次之後 我就超級對螞蟻就是有 黑暗的陰影 你知道嗎 所以只要周圍有螞蟻 家裡有螞蟻對我來講 就是一個不得了的事情 就發生 那真的很恐怖 乳靈姐媽很厲害 它的程序是標準的 第一個就是要先照光 如果十分鐘 爬不出來直接灌油 可是灌油要一個重點 如果你覺得螞蟻咬破耳膜 開始有影響到千萬不能灌 如果沒有的話 灌油進去 不要灌水 那灌油的部分來講 可以去淹死螞蟻 大概平均十分鐘 就可以淹死它了 那我們自己不會淹死嗎 為什麼會有灌水 如果用食鹽水呢 因為油的密度的部分 油它會動不了 我媽媽其實這麼說 還有裡面的 油脂的密度的狀況 會讓它就是呼吸困了 很快就可以把螞蟻給淹死 大概十分鐘就可以了 那我不能放糖水讓它爬出來 你放了糖果在門口 那我那甜那一定會出來 因為飲釀不一定有效 因為螞蟻會驅光 所以照手電筒可以 可是最快的方式真的就是 直接把它密閉 只是那個油的溫度 不可以太高太低 否則一灌進去 我們會暈得非常的嚴重 對 所以溫度要差不多就好了 先生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平常清潔耳朵的時候 就是因為有時候蛙 你可能不小心 會變成外耳圓什麼的 我可以是用食鹽水去沖洗 然後這樣清潔的嗎 其實建議如果 耳屎比較明顯 或者是比較大塊 去耳鼻歐科的診所 都直接處理就好 有各種器械 而且會很方便 又比較安全 用假的 現在有那種什麼 用什麼耳竹 幫你清耳朵 其實我就有 我去看耳鼻歐科醫生的時候 醫生就說他其實不太建議這樣做 他說因為你自己去弄 尤其又不是那個專業 如果有傷口或是發炎 你可能反而還要再去看醫生 請問要開耳鼻歐科幹嘛 你們都不去看 我這邊找女娃很多 一直在玩很多 像現在天氣變好 大家很喜歡出遊玩 但是真的是要注意 尤其是小朋友的部分也要注意 我之前在下鄉服務的時候 就遇到一個比較特殊的個案 那時候在急診 他們就匯診說 離醫師離醫師有一個 要給你看婦產科的問題 她是一個 12歲的一個小女生 我說12歲的小女生給我看 她說對 她底下屬膝部的部分 被水質咬 我想被水質咬 濕血了 妳不要看我這樣子 因為我很怕蟲 尤其是那種 擁來擁去的蟲 我很害怕 而且水質吸的血 會變很大一顆 對 我那時候雖然想說 水質咬怎麼辦 我那個婦產科訓練 我沒有訓練過 怎麼樣去處理水質 怎麼辦 散鹽巴 敲開 散鹽巴 散鹽巴 但是還是因為是 鼠吸部的問題 所以我得去看 那去看了那個小女生 就是在那邊哭 然後爸爸媽媽陪著這樣子 後來就褲子拉掉 還好 我覺得還好 因為蟲不在上面了 可是小女生不好 對 我還好 小女生不好 因為蟲他們已經弄掉了 可是會因部就是整個腫起來 大概腫了比大拇指還要大這樣子 那有一個大概像牙籤大的一個洞 就是有流濃跟水出來 它被咬 我就問說狀況到底是怎麼樣 他們說其實那個 已經一個禮拜了 一個禮拜前出去玩 那個時候就是回家的時候 他們就有發現有水質這樣子 那爸爸媽媽也很厲害 因為可能藏在外面野營這些 他們都知道 他們就用鹽去弄那個水質 然後後來他們就想想 那也順便用鹽消毒一下 那個傷口這樣子 就沒想到 其實就是那樣消毒不太對 後來一個禮拜之後 它這樣子就整個腫起來 裡面我就還得把它化開 原本是牙籤這樣的小洞 要化一公分化開 裡面又是血又是濃 這樣子引流出來 其實遇到這樣子蟲咬的狀況 其實最好是 除了把蟲處理掉之外 還是要到醫院 我們開個預防性的抗血水質 避免這樣子傷口的感染 我怎麼突然想 想要叫鹽酥劑 什麼 你為什麼 為什麼 還有食慾嗎 沒有 因為要用鹽 好 來 胡椒鹽 來喔 最後一個是 空 空 空什麼意思 大家對於那個阻塞 阻塞去處變空 空氣 空氣 很多疾病大家都知道 跟空氣的品質有關嗎 比方說 氣喘 大家最熟悉 常常看到一個老太太 老病號 她是氣喘老病號 她常常就是氣喘急性發作來之後 到醫院吸吸藥 氣管擴張劑 這個內骨醇打一打 就會很快也會反應 這就好了 可是她好完之後 她每次就要罵她的鄰居 我說為什麼罵她鄰居呢 她說都是那個鄰居 她那個炒菜 她很喜歡吃重口味 每次炒菜 當那個風向剛好吹到 往她家裡吹的時候 她就聞到非常辣 因為非常刺鼻 會犯氣喘 會犯氣喘 真的 隔壁鄰居真的喜歡吃 比較重口味辛辣的 風吹向不一樣 有時候又要吹 她一聞到那個氣 就開始氣喘 這是真的 因為空氣有時候一些刺激因素 確實會造成氣喘急性發作 所以她每次罵鄰居 她說她去跟他講說 叫他不要吃那麼辣 我說你也沒辦法去管 人家吃什麼口味 我說這個你看風向往這邊吹 你就把門關起來 或是離開那個環境 或者家裡面用點什麼空氣吸引機 確實她的氣喘跟隔壁炒菜 是直接有關係的 對